这个东西了,要讲,要讲,要讲 哈喽,开始啦 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现在是傍晚7点多 相信很多人在吃着晚餐,或是已经吃饱了 那今天呢,我是约了一个美女老板,老板娘 来跟我们分享我们许如豆的见证 然后,今天为什么我会找她分享许如豆的见证呢? 因为她真的是吃了有非常好的效果 所以,今天我们让Ella来自我介绍一下 嗨,大家好,我是Ella 我是自己经常做生意,现在我有做一间汽车美容店 你在做汽车美容啦 对对对 这样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会接触到这个许如豆呢? 因为,因为我,因为姐妮介绍给我,因为我跟她认识很多年 然后她也知道我一直有这样子的问题 然后我时常啊,就是身上会过敏啊 有时候过敏到全身肿,然后很严重很痒,不能去工作啊 然后有时候跟她约好的时间,我就不能去 所以她会知道我身上有这样的问题 是什么,怎样的过敏的问题呢? 你可以给我们看一下照片吗? 可以的,就是这样子 就是好像人家讲的出缝墨这样啊? 对对对,她这种就好像医生确诊 应该是属于是寻麻疹的那种症状 她会反反复复一直发作 在医学名字方面呢,是叫寻麻疹 然后为什么你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多久了呢?这个问题 嗯,有七八年的时间啊,因为有看过西医 也看过中医调理,然后西医的医生是说 这种寻麻疹是没有药可以直接医治的 只能够开那些过敏药或是打针 然后控制她不会再,我就少一点发作 可是我今天吃了药好了,然后明天后天 可能她会又反复,又会 不能断根,对不能,七八年了 其实蜂墨是不能断根的,对不能 因为我本身也是有出过蜂墨,所以我知道不能断根 大致上呢,其实寻麻疹啦,蜂墨的东西是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下降 可能生活作息不好啊,然后生活不规律 日业颠倒,然后会导致我们的免疫系统下降 然后就会出蜂墨 通常在出蜂墨的时候啦,大多数都是人很累了 已经是,可能已经是透支了的情况下,来出蜂墨 所以你现在吃了这个蜂墨啦,大概吃了多久? 我吃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那时候刚刚新品还没有发布之前 然后你就讲,现在有这个新的好的产品呢,你可以试一下 然后我就拿来吃,我记得那天早上的时候我也是身上过敏 我只是手这边,是手臂,这边全部都是 然后,对,然后就吃了你给我的这个许罗多 我吃了一包下去,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它就全部退掉了 这样子的一包? 对 你怎样吃呢? 我就把它拆开,然后整包这样子的粉倒下去 然后喝点水这样子 什么味道? 好像葡萄一样的甜甜酸酸的味道 对对对,它是蓝莓口味的 对对对 然后我想知道,当你在皮肤敏感的时候啦 就是你在养着的时候 你吃了这个下去,大概多久它就会好呢? 嗯,半个小时里面它都会 反正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里面它就会自动退掉 平常说,如果我每一次过敏的时候啊 就是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啊 只要我过敏的时候,如果我不吃西药来一粒 就是那种小小粒的那种一排的那种专门治疗过敏的 如果我不吃那个药,它就会全身一直肿 从头到脚底一直一直肿,一直粘片粘片的肿 就这种痒啊 起的小样疙瘩这样子的一个一个 然后起一片片这样子的 对,从刚开始是手,然后到脖子 然后到前面,胸前,肚子,背后,腿 什么全部 我知道那个痛苦 对很痛苦了 痒到不能够睡觉 很痛苦 就是你一定要要么就吃一颗那个西药 然后或者是你去医院打一针,它才会慢慢退下去 可是那个药一吃了你就会要睡觉 根本就不能出门 一直睡觉就会全身没力量 讲话也没力气 就要睡觉了 一睡就睡个十几个小时那种感觉 对对对 因为这个针我也是打过一次 我打过一次我就觉得很恐怖这个针 我觉得肯定很伤我们的身体 所以我每次就控制忍住给它养 就不要吃 可是都不行 因为它一直反复反复的整身都是 对对对 这样你大致上是在一个星期啦 你会发作几次呢这个风沫 大概两三次吧 一个月 严重的时候有时候太忙啊 可能我们自己的身体的就是免疫力下降 然后我自己不知道 我就会有时候晚上睡觉 早上起来 然后它就有了 有时候一个星期两三天 有时候一个星期四五次都有 对 好夸张哦 一个星期三次到四五次都有啊 出风沫 我久久一年出一次我都已经不能够忍了 其实打那个针啊讲真的 它是打下去了 它一下子它就会好像进入要睡觉的那个情况 然后就整身软软 不能够做工 真的是不能够做工的 医生一定开MC给你的 不能够上班 对 他会讲说你不能驾车啊 不能出去 不能怎么样怎么样 对对对 然后那个针 一打下去真的是马上见效 但是不能断根的 然后医生也是有讲说 这个药还是少一点吃 毕竟它会有很多副作用西药嘛 然后但是我没办法 我痒啊 然后我全身都肿啊 所以就是那种一颗一颗的 好像蚊子咬那种风湿疙瘩这样子 全身都是 你只能吃让它退下去 要不然的话你就 你不吃药它就一直这样子 然后你要等到几天时间 还有可能它会从里面肿到我的眼 我的脸上 肿到眼睛或者嘴巴的时候 你那时候有见过一次对不对 眼睛肿嘴巴肿 哎呦 那个真的是三四天就不能出门了 是是是 我最怕的 不能够见人的 我试过肿到哦 我自己看镜子 我自己吓到 好像另外一个人去了 很可怕的 很可怕的 这样你吃了 总共吃了多久 还有吃了几盒呢 嗯 这个产品心上是当时你拿给我 应该只吃了一盒差不多吧 吃了一盒 对 这样你现在目前啊 已经多久没有再发作了 嗯 嗯 一月到现在吧 一月头到现在 因为我十二月吃嘛 到现在 我觉得应该有 差不多一两个礼拜的时间 大概有两个星期的时间 已经没有再发作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个已经是 很好很好的 对来讲是 好像我的救命药这样 救命药 不生活啊要带着走 对对对 这样你有没有 你吃了这么好啦 许如多 你有没有推荐给身边的朋友呢 有 因为我亲姐姐也是有这样子的问题 嗯 然后她 我记得我小时候她身上就是这样子过敏 我还说你你怎么身上 起那么大个风势疙瘩 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她就是 从我小时候她那个时候过敏到现在她的身体 还是一直这样子过敏的 还是会这样 对她一直她不会断根 不会不会 不会好的 一直到现在多少年了 所以这个药一出我自己吃了好之后 我就马上推荐给我姐姐 还有我的在马来西安 这些朋友 他们也是 都是被这个病魔困扰的那些 那些 人群 跟我一样的 一样问题的 对 当你看到别人有跟你同样的问题的时候 你肯定是一定会分享给她知道 对 因为我们经历过那个痛苦 我们就觉得 这个痒 跟那个 那个痛苦真的是很难顶 所以我们会介绍给认识的朋友 对对对 第一时间就介绍了 因为我们自己吃了之后觉得好 就马上跟我一样的 他们也是一直在找着这样子的问题 比如他们看西医药 看西医 然后去找中药来喝 都已经试过很多方子了 都跟我一样找遍天下所有的一些 那些宜兰杂症的一些方法 看怎样可以医治这个问题 都是无药 没有药 可以断根的 对对对对 真的是很难找到 断根治的方法 嗯 毕竟好像比如说 人家试了西医啊中医啊 好像我之前听你讲 你喝了很多中药西药都没有 对对对 有时候我还是去中国开那些中药 比如说一一包 然后或者是五包 多少个疗程 然后鸡兰千块那样子 然后就是包了之后来喝的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效果 没有什么效果 这样 还是一样会发作 你还有什么见证想要分享的吗 嗯 见证 还有什么东西要分享的吗 嗯 嗯 就是我希望说 像现在的这个 这个 像跟我一样有这种问题的朋友 可以去尝试一下吃这个西洛多 嗯 因为这个产品真的会可以帮助我们 减轻我们现在的这个痛苦跟麻烦 嗯 然后希望像我一样这样子 有这个有皮肤 皮肤问题和这个皮肤过敏的这种 这种问题的朋友呢 可以找到像西洛多这样好的福音 谢谢大家 嗯 OK这样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啦 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